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成为了首先经历罪恶和因为犯罪而引致死亡的人 他们躲藏起来用树叶遮掩自己的羞耻 神对这一切的掩饰深违不悦 就用羞皮被他们当衣服一样穿 神自己手指逃了动物为他们遮掇 阿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 哥仁和阿伯 哥仁将所种植的食物呈献给神 而阿伯就以动物呈献一个血的献祭 神招了阿伯的呈献 而不是哥仁的献物 为何呢 因为犯罪招致死亡 将我们与神分开 一定要用生命常患 基于疾度 哥仁杀了阿伯 人性阴暗面扩大 几百年后 一切都变得可乎 神说 世上再没有人值得生存下去了 除了罗亚和他的一家 神叫罗亚做一艘大船 要他将一个信息传开去 审判罪恶的日子临近 只有一个神怜悯的脱险方法 方舟 他们取少爷与罗亚 直到天上的雨水傾覆 水从深谷中涌出 叫人措手不及 洪水灭绝所有人和生物 世界因为他们的罪恶遭毁 只有罗亚 他的一家 和神保留在方舟上的生物 可以安然无恙 后来 出现了信心之父 阿伯拉罕 神要他将儿子带到山上当作献物 阿伯拉罕为了这个命令 耿耿于怀 但是他服从神 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心 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山 当阿伯拉罕正要牺牲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神制止了他 并供应了一只生畜 代替他的儿子作献物 生畜熟慧 代替并归还了他的儿子 以血还血 以生命还生命 四百年过去了 神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埃及法老王并不批准 于是 神刚十灾惩罚他 最后一灾 神差派死亡天使 去各家各户奪取长子的生命 除非人按指令献上高阳 将高阳血拆在门框上 当天使看到血 就知道屋里面的小孩 已经被欠物所属 无论是犹太人 埃及人 奴隶或自由人 只要进行神的命令 他们的儿子 就能后面与难 如果不是 那晚 就会发生摩西所预言的事 埃及地哀雄遍野 就会在每一户拒绝向神 呈献土联盟的家庭之中 后来 摩西被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书 里面包含了 神所设立的负罪祭儀式 罪人将生畜 带到祭司面前献祭 将双手按在生畜的头上 予以自己的罪和收切 都转嫁去到生畜那里 然后宰杀生畜 血产当场 罪人的过错就被掩盖 大卫皇和先知们 遵循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行事 但是他们怀疑 究竟生畜的血 是不是真的能够掩盖人的罪呢 或 这些是一些象征符号 可以解读未来 大卫皇预言 将来有一位君王 尼塞亚会降临 在大卫皇的后裔 会掌权管治万邦 他为人谦信 本有慈爱 这位尼塞亚毫无过犯 完美无瑕 无可指责 清白无辜 他会受苦 死去 成为宝贵的戏物 他会作出重大的牺牲 耶稣在马曹那里出生 因为无人能够给他地方 由同精女所生 生而顺结无巅 有皇族血默 但是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卫皇后代 几个穷国的牧羊人 和东方富裕的智者 前来向小孩渡河 证明 他就是那位圣经所应许 将来会降临的尼塞亚 耶稣传人博爱 信实和平和谦卑 他是个老实的牧将 亦是个出色的哲学家 他得罪了虚异的宗教人士 指他们爱而识多个爱神 但是他受窮人 卑微的人 有负义的人和罪人所爱大 他医治龙的 核眼的 残障的 和被鬼附的人 他将死人起死回生 这个无家可归者 是个四处漂泊的老师 也都是个革命烈士 呼吁爱神的人 要活出封诚生命 耶稣称神为父亲 为人类展示 全能者 好像父亲一样爱人 神想将人当作儿女看待 但是中间有隔膜 因为他们有罪性 而神却是圣结 人的罪 源自亚当和夏娃 将人和神分开 但是尼塞亚知道 做什么才可以挽回他们 施洗日汉预言耶稣说 看神的羔羊 拿走世上的罪 耶稣就是尼塞亚 被拣选过一位 选择成为重大的牺牲品 他未曾犯过罪 以圣结清白 无下宝贵之身 为罪赴上重价 以无辜之身 代替有罪的人 以圣结之身 代替犯罪的人 他为了天父而造 赴上人类犯罪的代价 为要释放他们 不再做罪的奴隶 重拾他们 自亚当以来所失去的 和神的美好关系 不用追究犹太人 罗马人 是神阿巴夫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牺牲耶稣 为要应验先知所记载 他会成为神的羔羊 拿走世上你和我的罪恶 但他不是这样就完结了 三日之后 神叫耶稣 这位尼赛亚 从死里复活 并被相信他的人一个应许 凡信他的 将来也会得到复活 得享永生 之后 耶稣承诺他的门徒 他会再回来 并以判官和君王的身份再回来 尼赛亚就是神给人的礼物 人不用为自己的罪受死 也不用与神分离 只要接受耶稣的牺牲 就能够重拾和神美好的关系 这份礼物 你不来拿 就永远不属于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